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说这是泡面 咱就说四川 现在很多农村里 我看到的还是一样 男人不干活 男人就打麻将 但现在还是这样 活都是女人干 我还想说一个事 最近也是一个新闻 就是说女人为男人 就至于做到什么程度 是黑龙江 你也是东北 黑龙江你听说了吗 出现了一个残杀少女的案子 那少女才17岁 就是说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这个女的怀孕了 孕妇在街上倒地 然后这小女孩扶她 然后就说你送我回家吧 送回家 原来是这个孕妇 为了满足她老公 想给她老公找一个处女 什么少女 满足她老公 骗回来这么一个 回去就给她下药 下药就把这个女的 听说猥亵了 还是怎么着 迷奸 迷奸完了 就弄死 后来说你为什么这么干 这个女的当然自己也有短 据说她以前 就是给她老公戴过绿帽子 被她老公发现 然后男人的这种战友欲 我就发现耿耿于怀 没过两天就老说 老说这事 最后她觉得对不起她老公 所以她就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补偿 就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她怀孕了 现在法律还不执行她 你知道吗 但她老公不去关起来吗 听说她老公还在抱怨她 都是把我老婆 被害的 害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只能说明 这两个夫妻 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就是老婆愿意为了老公 去做诱骗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老公对老婆的爱 也很深 你诱骗来了 我就遵循于你 即便我要付法律责任 但唯一一点不可解 整个事情唯一一点不可解 就是你肩就肩了 你何必把人家杀了 还要碎尸呢 我觉得这就把矛盾的性质 完全改变了 你本来只是一个 最多只是一个强奸的罪 你现在是变成一个杀人的罪 当你不想付强奸罪的时候 你付的就要是杀人罪 我看到的报道是什么 就是最后杀人 说是男人的主意 当然这都是报纸上看来的 就是说 就是说 所以就说到底强奸没强奸成 还是个问题 就是当时说 就准备强奸的时候 据说是发现这个小姑娘 这个莱莉嫁了 莱莉嫁了 然后这个时候说 她老婆还说 说要不就算了吧 放她走吧 但是你跟男人这个时候 实际她值得厉害 这怎么放走 一放走 两口子不都进去了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弄死她 坏事不能做 做着就连环的会坏下去 没错 没错 人生就是这样 不能做坏事 所以你从这些故事里 得到什么启发呢 海洛 我从这些故事里 得到什么启发 我没什么启发 那你们就去一下广告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两岸议题 民进党是不是被边缘化 如果两岸交流 政治上变成国共交流 所以如果变成共产党也在住选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大 派系斗争 民进党如何达成共识 初决堂主持人 做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但当时本来是要紧 我这个宪娃个表 就是一个政策 那不要因为说 这谢长平的菜 我就是不吃 问答谢长平 冯兴梅凯宏 问答神州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一级 欢乐级 北北二十度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菊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浆 五井共酒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你说起这个整容啊 我最近也是体会挺深啊 因为你看 我为了防止我这个胖啊 我现在都不吃晚饭 就这样虐待自己 也整个十七八道 他们都还说说 你实在也看不出什么变化 就说减肥之难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现在你们明星 我那天在节目里我还说呢 我说你说这个明星啊 你就可可见人世的轮回因果呀 说本来是出身贫寒 吃不饱穿不暖 是吧 所以去当明星 结果当了明星之后呢 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是不能吃饱 也不能穿暖 对啊 哎呀 就是弄成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你看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报道 就是说什么谁啊 黄小明啊 就为了演个电视剧 中间要光一榜子 就那么几秒钟的一个镜头 那吃什么 早晨就是基本上喝果汁 到中午吃什么白水煮鸡胸 白水煮鸡胸 不能有盐 不能有油 还有一个谁啊 刘德华 因为我自己减肥嘛 所以我就注意他们吃什么 后来他们说在片场 刘德华吃饭很神秘 他从来不跟剧组吃盒饭 一吃饭总是自己单独的 就就是说 这是个很神秘的事 谁都不知道刘德华吃什么 我知道 哎你跟我们说说 你先说 我不知道啊 他们说谁都看不见 他不让人看见 就助理拿点什么的就给他 他只是不吃淀粉 他只是不吃淀粉 他会正常的摄入牛肉 然后等于是那个蔬菜 什么的 他只是跟我讲说 说他不吃淀粉 对 淀粉一个是会 就是引起这个 那个脂肪代谢会特别快 会容易老化 还有一个他吃 他确实要很注意 因为他有 他是乙肝患者 他是乙肝患者 所以他每天 其实吃很多饱肝的药 所以等于是说 他不能摄入太多的脂肪 所以等于说 因为脂肪肝会很 会很容易引起他的病变 哎呦 是为了健康 对 你看 这是再八卦一点 他 他每天健身 无论多晚 对 他老婆呢 他老婆很漂亮 对 我是说 我是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身体 我不用得想起一句话 就是崔健曾经讲过一句话 但是他们搞摇滚的 就往往脾气不好 是吧 就是 就是说 说这个整个这个亚洲 娱乐工业 就是消费年轻人的身体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的形象造型 这个全世界娱乐工业都是一样 但是你确实觉得 我给你看看这些图片 他们说韩国练得最狠 大陆其实没几个男明星真能光膀子的 你看这是韩国的这个组合 这都是小孩 他们现在听说韩国议员有的时候签约都要被迫整形的 你再看下边 韩国的这个组合 再看 这是这是黄晓明 就这么鸡胸 你看练得真跟鸡胸似的 你再看下边 刘德华 这家伙60多岁的 他有60人吗 我说50 50 对不起 50多岁的人 这全开当裤一样 这个海陆说 这个我是真的是觉得是有一点太让我惊讶了 周杰伦 说炼出了乳房的效果 是吗 我跟你说 我听说不是 说周杰伦这一两年 按说周杰伦这都算创作歌手 对 他都是炼 说他得益于什么呢 他有个朋友哥们 就是开这个健美 就是搞这个健美的 健美教练 他们这个去哪 随身就跟着 他就是要炼出这个了 是不是这些男明星的经纪人都是女的 不不不不 这个是这样 就是因为周杰伦好像他也是因为身体上面 有好像是有什么病症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 他不是他不是 他是真的是有什么病 好像是心脏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必须他要有有氧的一个 他是有有遗传病好像 对 但是关于韩国整容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之前我也问过他们 就是我有韩国的朋友 我们拍《刚才情》的时候是韩国团队 韩国有因为整容业的发达 在男孩子和女孩子18岁成人礼的时候 家长会送给他们一笔钱 他们没有成人礼 就礼物没有 是给你一笔钱让你去整容 送个鼻子 对 他是整容费 所以等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面貌 那么的不满意 所以大家都会去整容 18岁成人的时候 成人礼会得到一笔钱 然后去整容 为什么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 特别的能够吃得开 我觉得这个是源于荷尔蒙本身的 这样的少女情斗初开的 这样的一个激素反应 我觉得就是他生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这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是不是因为观众群思乃比较多 女性观众比较多 我相对好莱坞的著名的男演员 那都身材都妈妈的 对 你就会感觉好莱坞大明星 那些男的个子也不高 对不对 靠肌肉成大明星的不太多的 不是 我觉得推荐说 推荐说那个话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消费的是年轻人的身体 老年人的身体你是消费不了的 老年人拼的已经不是身体了 因为他其实拼的是智慧的部分 所以你说好莱坞的大明星 基本上成名的没有年轻的 达斯克霍斯曼 霍夫曼 那就是说 那中国就是消费主体的问题了 当然 对不对 中国的消费主体是小孩吗 当然 哎呦 中国的消费主体 这个是被家长养成的 就是说孩子你要什么 永远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家庭 无论你月薪多少 一定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那当然是消费年轻人 哎呦 所以中国这么幼稚的 搞的很多个玩意 你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孩子 是最好的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是最好的东西 所以你会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孩子连婚都不会离 你当然是小孩 我认识的那个好爸爸 他追什么星 他追的就是他女儿的星 他女儿追谁 他就追谁 当然 不惜一切代价 给女儿搞个明星 照片 签个名 那其他个不也是吗 偶像追谁 他也追谁 对 偶像看枪枪三人行 他也来枪枪三人行 不过这偶像岁数不小 那个偶像 有点 有点仓 肌肉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喜欢老男人的那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写事录 大家就学我了 对 因为我都不年轻了